大家晚上好啦 下午好啦 房王好啦 你好啦 大家好啦 OK 所以我们看一看今天这个东西 我们要讲的东西是关于到那个所谓的Sajara 的那个复习 这样子叫复习呢 今天我们全程用课本来讲 OK 我是Mr.Yap 大家不要忘记 那我们看这个砍中案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内容里面 OK 我们要针对的是第一课跟第二课的重点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一下 OK 研究研究一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题目 到底他讲的东西会出什么 OK 所以我们要研究是第一课跟第二课 可能你们接下来这个礼拜要考试了 你们做一个复习 那 所以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第一课里面所讲的重点呢 就是说 Kerajaan Alam Marayu 什么呢 Kerajaan Alam Marayu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马来西亚以前的 或者是东南亚以前的一些州属的名字 一些所谓的地方啊 地方啊 它的名字 这样它有这四个重点要讲 1.1 它会跟你讲 Concept Alam Marayu 它比较出名的是这个 就是它会跟你探讨 Geography的东西 OK 再加这个所谓的那个 阿格玛 对阿格玛 那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巴哈瑟 再加这个 这个阿格玛 你要注意这个东西啊 这个阿拉玛 的第一个部分 它这个Concept Alam Marayu For Geography 有五个不同的那个历史学家 大家可以开Video一下 有五个不同的历史学家呢 他们有探讨着到底这个阿拉玛 像我们知道的这边有七个不同的那个所谓的阿拉玛 OK我们知道有七个 这七个是包括了什么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阿拉玛 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安国 湖南 抢吧 这三个短的 然后另外两个长的就是 Siri Bijaia 跟Maja Pahit 然后另外两个呢 是马来西亚里面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Kangka Nagara 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Kedatu Kedatu 这是在马来西亚里面的 然后下一个呢 Kedatu Alam Marayu Masho 这首出名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七个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一点是 Kedatu Alam Marayu Kedatu Alam Marayu Ma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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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经济活动是怎么样的 我们做一个试习 再一个点你看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第一个重点我们看课本来走 跟着课本来走 第一个东西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Kradjian Alamnayu 我们可以知道Kradjian Alamnayu里面的那些concept 还有讲这几点 第一个是Geography的部分 OK For Geography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一样的道理 OK 这边有第一个人叫做Professor Emeritus 然后Dr. Nick Hassan Suhaimi 然后Nick Abdulrahman 这几个名字 所以这个是名字非常长的 他说过那个所谓的Alamnayu的地点 是哪里到哪里 很夸张的 你要记得这个人所讲的东西非常夸张 他名字很长 他讲的地方也是很长 总共有七个 第一个他说 这个所谓的Alamnayu 他包含的地方呢 是from Madagascar 第一个 Alamnayu 第二个 Papua New Guinea 第三个 Australia 第四个 还有New Zealand 第五个 还有根部落an Pacific 第五个 还有台湾 第七个 总共有七个 不同的外面的地方 OK Alamnayu 七个 OK 然后下一个东西呢 Professor Emeritus Tansri Datuk Bendeta Ismail 他所讲的东西就比较正确一点点 OK 这个是七个 这个另外一个人呢 这个人 Professor Emeritus Tansri Datuk Bendeta 这个人 OK 这个人一样的 他讲的东西比较正常一点 讲讲比较正常的 比较比较 比较小 为什么 他讲的这个所谓的Alamnayu 然后这边有讲啊 除了叫Alamnayu之外 OK Alamnayu之外 他有一个同义词 叫做Dunia Merayu 然后再来多一个同义词 叫做Fuvvetlaka Dunia Merayu 再加我们的这个Fuvvetlaka Kepulauan Merayu 这个是同义词 OK 同义词 Kepulauan Merayu 这几个都是同义词 OK So你可以看到这个 Dunia Merayu 它包含的地方类是 Dunia Merayu 就是我们的Selatan Merayu 就是越南 所以Selatan Merayu Vietnam 就是越南的这个所谓的南部 然后到这个所谓的Kemboja Kemboja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柬埔寨 Selatan Merayu 就是我们的缅甸的南部 All right 到这个所谓的Selatan Merayu Malaysia 还有Indonesia 还有这个 Brunai Philippina OK 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东西 这个 Dunia Merayu Ala Merayu Kemboja Merayu 你要记得这个重点 All right 下一个东西我们要讲 OK 我没有记录到这个 那你可以看到了 Professor 这个Emerayu Statuk Azma Haji Oma 所讲的就是 Am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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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就是叫十号 不同的国家 他们叫十号 还有Lima 这些东西 然后如果考试问你为什么会用麦文 你要记得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用麦文 因为第一 他们的以前的麦文喜欢去航海 Germabalaya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Bazen Merayu Sel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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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三个就是佛文是很容易学的 这个button OK 搞定了过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如果他问你文化这个比较少 我看下一个 OK 这个很简单 这个我们就看笔记 笔记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好了 笔记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都复习一下 那这个复习里面 你可以看到笔记的重点呢 就是有第二三四 第一个重点 就是Kradja Alamalaya 的名字 来来去去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七个不同的那个 所谓的Alamalaya 七个 第一个呢 它的名字叫做Unan 让我们要探讨 Unan 它的那个出现的地方呢 是那个时间点 叫做所谓的那个 Ampadadamma Masehi 它出现的第一个年份 第一个一百年 就是说大概一千多年前 七千九百多年前的时间点 这样它的那个location 它是在南有黄巢的 就是在苏埃美工 美工河 美工河是非常大的一个河 然后它的那个政府中心 你要记得 叫做VIA CAPRA 这都是要记得 OK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 Champa 这个国家 它的那个所谓的 出现的时间点 是Ampad-Katua 第二个时期 看看那个是第一 这个是第二 然后它的location呢 是在越南 如果我是Champa 在阿里 你可以跟他讲 Champa在越南 然后它的那个政府中心 叫做Infra VIA 然后CAPRA 你要记得的东西就是 CAPRA的那个讲法 就是 它的那个location 是在那个所谓的那个 它是在第七个世纪开始的 它location在苏门达 那你问我苏门达达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印度尼西亚那边 它是靠近印度尼西亚 考试问你印度尼西亚吗 不会 它会问你巴联邦 OK 它的首都叫做巴联邦 你要记得西亚尼西亚是巴联邦 马路加的首先驻的地方 OK 然后下一个呢 昂国 昂国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昂国它是第九个世纪 啊 可圣比拉马西亿 它有 Lemba, Sunai, Megong, Havri, Haralaya 是它的这个正史的中心 这是在昂国那边 OK 然后for Majabahit 啊 Majabahit 这个东西这样子的 Majabahit 它是在第十三个世纪 它的那个Location呢 是在这个所谓的 Sungai Prantas Jawa OK 它的政府中心在 Kota Trawunan那边 OK Kota Trawunan那边 OK Majabahit OK 这个是Majabahit 它的那个所谓的政府中心在 Kota Trawunan OK 那 下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讲法 就是我们的那个Ketaduah Ketaduah的那个时间点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Apat Ketaduah Majabahit 这样它的Location有两个 也是靠近河流瓦了 OK Sungai Mas Sungai Pujang 这样它的政府中心也是一样 Sungai Mas Pakaran Pujang 大中小异的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Kangka Nagara Yes 我们的Kangka Nagara 就在第六个世纪出现的 像是在马来西亚 大大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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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马来西亚半岛的一个西海岸那边 OK 西海岸 像它的这个Busat Ketaduah 是Pakaran 这个你要记得 OK 这些东西你要记得要会明白 就明白什么 年份会比较少问 Lokasi会比较多问 这个要注意啦 OK 来下一个点 这个不用做了 这个我们做过了 你可以复习一下 Ketaduah Majaba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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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t So 你可以看到Yules 看它 rookie Majabahit Majabahit 記著 最后你记得 它几个名字 第一 他的那个所谓的领导者 第一个出现的领导者 用于他有讲老婆罷了 一个印度教的一个人 一个传教师 还有一个老婆 一then 힘 他有一个老婆叫索马 是一个所谓的苏爱湄公 湄公团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女的统治者 女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统治者 然后他就带来了一个湖南的一个行程 这样出名的不是他 出名的你要记得叫做凡屈曼 凡屈曼他的贡献是什么 把这个湖南给获得它的这个影响力 占领很多地方 占领缅甸的南部 让到湖南可以怎么样 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有一个所谓的加烂 大家看看 就是说让到湖南 可以是变成中国 中边跟印度西边的一个连接点 中国可以过来他这边做生意 印度可以做来这边做生意 它是一个中间点连接中边跟西边 这个讲法 下一个点我们看一看这个东西 那Champa的东西你看 Champa的东西叫做初恋 Yes Champa的东西叫做所谓的初恋 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创办者很好背的 Champa是有CH 这个也是有CH 所以叫做初恋 在1992年 这样他的那个所谓的出名的也是有CH的 叫做Chibonga 什么叫Chibonga也可以 Chibonga OK 这样Chibonga的贡献非常大 他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他把他敌人给打败 OK 他把那个Divet的那个所谓的影响力给控制 他扩展他的这个所谓的影响力去到很多地方 他也杀死了这个Rajer 就是那个Divet的一个领导者 他竟然可以杀死那个Divet的领导者 然后他也跟那个明朝的关系 明朝是哪里就是中国的那个那个时代 那个所谓的中国那个年代 他们有一个叫做明朝 明朝的一个年代 Divet的命 这样Divet也到最后 终于到最后打败了这个Chambala 到最后 OK 来下一个Siri Vijaya的他的名字很容易被的 主要你看到有这个所谓的Siri Vijaya 他的创办者也是有差不多的一样的名字 有一个Siri Vijaya Siri Vijaya 他创办者名叫Siri Vijaya 这个名字 OK 所以这个Chambala Divet的一个Siri Vijaya 它名字很长 他的名字很长 是Divet的 Siri Vijaya 但是这个是Siri Vijaya OK 所以差不多一样 Siri Vijaya 这样他的出名的国王也是很长 他出名的国王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Sangra Matananjaya Sangra Matananjaya OK 这是他出名国王的名字 在那个时候 Siri Vijaya 他成功了 占领了很多很多的不同地方 OK 然后也信服了佛教之类的 OK 然后下一个Uncle的话 Uncle的话有一个领导者 有吗 有 看看那个Siri Vijaya的领导者 有Siri Vijaya吗 这个只有叫做Jaya Waman Q 这是他的领导者 这样除了那个领导者 他的创办者之外 还有这个所谓的Siri Vijaya Waman Q 这个是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Siri Vijaya Waman Q 之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弄到辉煌的 出名的这个所谓的国家 OK 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继续出名的 就是这个 那种所谓的Jaya Waman 7 Jaya Waman 7 这个人物 OK 弄到这个所谓的那个Unblock 对得更加的出名 更加的那个所谓的厉害 OK 然后下一个点 再一个 你看 Majabahit 他的领导者的名字叫做 Radhan Vijaya Majabahit的领导者叫做 Radhan Vijaya OK Radhan Vijaya 像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创办者 他有一个蒙古兵 OK 蒙古兵 OK 来争夺那边的那个势力 争夺那边的那个化石 像他这边有一个 Kota Trollan OK Kota Trollan 然后他的这个 有一个所谓的那个首相 叫做Pati Gajamada 作为一个首相 在那边管理整个国家 OK 在那边管理整个国家 OK 这边讲了过后呢 我们就看下一个 他的Majabahit讲导 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领导者 这个首相死了过后 他的国家就倒了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今天是讲复习一下 讲很多很多东西 让你们回复一下 不然你们对这些东西就有概念 OK 忘记了你们讲了 忘记了 这个我们认识一下 有一个Kota Trollan Kota Trollan 没有讲创办者 你不要管我老师Kota Trollan 有创办者 没有 刚刚哪个有创办者吗 没有 这两个都没有讲创办者 他有讲一点点 对对对 刚刚哪个有讲 这个有讲两个 他不确定的 第一个是Larger Ganji Satuna 另外一个是Larger Cam 这两个 OK Larger Ganji Satuna 另外一个是Larger Cam 这两个所谓的创办者 OK 其他的没有什么理会到 OK 其他的没有什么讲到 他的其他重点就是他 For Kota Trollan 你要记得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 你可以看回去你的笔记 第一课的 这个是第一课的笔记 Kota Trollan 有另外一个东西要讲就是 For中国人 他们称呼Kota Trollan 叫做Chatcha For那个所谓的那个 印度人 他称呼Kota Trollan 叫做Kataha For这个所谓的阿拉伯人 他们称呼Kota Trollan 叫做Kalapa 就这么简单 OK Kota Trollan 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都有不同的称呼 OK 这样的意思吧 考试问什么 考试问中国人叫Kota Trollan 叫为什么 Kataha 考试问印度人 Kota Trollan 叫什么 Kataha 啊 那 下一个点 就是同一个时间点 我们要看课本一下 看课本 这个比较colorful 那 下一个点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讲这 在那个年代 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的 所谓的国家 你看清楚 这个是第一个世纪 第一个世纪 很久以前的 第一个世纪是100 大概有1900年前的事情 阿伯伯达摩 阿伯伯达摩 就是他第一个世纪 有Empire, Drom, Roma 有富南, OCO 有蒂纳西汉,汉朝 Kushan,波斯,一二三四 这五个地方都同一时间 所谓的那个跟富南一样 就是说富南有他们这个世界上 也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的出现 OK,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出现 蒂纳西汉就是很久以前的中国的汉朝 哇,非常久了 这个汉朝很久很久的一个年代了 400多年的汉朝跟富南是一起出现的 然后下一个第九个世纪开始 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的地方 有那个印度的Byzantin OK,阿伯西亚也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不是印度,sorry,那个会叫 阿伯西亚也是会叫 Chola才是印度 OK,所以你看到Chola 你要记得它是印度 Chola是印度的 然后这个所谓的Srivijaya 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 可是以前的那些 Sabasawa 或者是马来西亚半岛 有一些部分是受Srivijaya影响的 OK,Uncle, Champa 同一个时间点跟他们一样 可是你看中国那个时候 已经不是在叫做汉朝 OK,大概过了800年后 第九个世纪嘛 大概是100年到900多年 就是800多年后 他们已经换去唐朝了 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国家可以永久性叫汉朝 永久性叫那个唐朝 永久性叫明朝 很多都是会改变 导了啊,换另外一个朝代 所以是改朝换代之类的 OK,好,下一个第九个世纪都讲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点 OK,第九个世纪都讲了 这个最夸张的一个年代 就是我们的蒙古的时代 我们那个很出名的 你们有听过没有 这个蒙古的年代 他过后呢 他过后他有那个所谓的一个切班人 他就把这个所谓的中国边去元朝 元朝就是蒙古的朝代 他就把整个蒙古占领到很多地方 之前到现在最强大的就是蒙古占领的地方 非常夸张大的一个所谓的 老师占领最多的地方 而不是British 那个英国 那个是那个是 没有,我是讲第十四世纪的那个年代 第十四世纪的那个年代 最夸张的占领的地方就是蒙古 他占领非常多 OK,你可以看到那个范围那个领土非常大 然后同一个时间点呢 我们的有出现的国家是 在外面的国家有这个所谓的 就是一看到就知道是那个印度的 所以记得这个山这样的battern 一个陈巴列的一个山就是印度的 然后土耳其乌巴尼亚就是 伊斯兰那边啊,回教徒的 OK,那这几个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这个很简单的讲法 这个是那个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的 如果你要读那个笔记,就很快咯 第一个世纪,他又有佛兰,外面的国家有这些 第二,第九个世纪,他没有跟你讲 一二三四六,他直接跟你讲 第九个世纪,我们的国家有 Campa, Srivijaya, Angkor,外面的国家有这些 然后第十四个世纪呢,第十四个世纪呢 如果考试很简单,我问你这个是什么国家 如果他跟你讲,他跟你说 他跟你说,这一个是什么国家 你要回答是非常简单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蒙古 这个是最简单 这就是蒙古 这样跟他讲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个,那蒙古 刚刚刚的意思叫做做生意 做生意 贸易的那个地方,贸易就是要做船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颜色 看清楚这边的颜色 这个是蓝色,青色,紫色 紫色就是说在这边 带去罗马的 你可以看到先针对我们这边的话 我画一个圆圈点 这边是阿拉姆拉U 我放红色 这边是阿拉姆拉U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重点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重点就是 这个是阿拉姆拉U 然后这边我们有图班 阿联邦 OCO 图乱 可达多这些地方 他们的港口 它的名字叫做OCO 图乱 图乱 他们有一些 蓝色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外面的那些生意人 进来阿拉姆拉U 青色是什么 就是里面这边的阿拉姆拉U 走出去外面 紫色不要看先 我们先看两种颜色 我重复 蓝色的 除非你色盲啊 不然你看得到的 蓝色的东西是 外面的游客进来阿拉姆拉U 青色是里面的游客 出去阿拉姆拉U 出去 里面的青色出去 所以这个所谓的蓝色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广州 他过来突然阿拉姆拉U的地带 中国的广州 过来欧西头 中国的广州 他过来这个巴连班 那个所谓的十六里在那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印度的那个阿里卡梅拉U 印度的埃里加萨 这个地方呢 他也是过来这个 柯达乱 而我们青色的话 我们也是去做生意的 我们柯达乱 有三个建筑去到几个地方 我们有柯达乱 去广州 我们有柯达乱 和柯达乱 一起去这个所谓的 印度里面的阿里卡梅拉U 印度 印度 这边是一个印度 这一个点是那个巴基斯坦 这边是印度 OK 这样这个紫色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紫色就是说我们人传人 从我们的货物 带过去印度 而他们就自己走过去 坐船去这边的地方 慢慢的 就从我们的研究来说 就从我们这边演变过去 罗马 就是说我们 的阿里卡梅拉U 的货物 在那个年代没有飞机 可是我们有船罢了 都有本事 从阿里卡梅拉U 送货 一个接一个 一个带一个 去到罗马这么远 OK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厉害 OK 这个讲法也是也是了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关系了 OK 关系 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跟人家 有什么样的年代的关系 就是那个所谓的贸易关系 跟那个根本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 宗教的关系 因为我们跟人家 有同时间 有出现那些很多很多的国家 所以就造成了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宗教 出现 第一个一定要讲的是 乌教 然后就有佛教 第三个跑步调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回教 以为是马来西亚吗 所以一定要讲到回教 Christian有吗 Sorry 没有 怎样传那个信度教 怎样传佛教 怎样传回教 信度教的那个讲法 很简单 OK 如果考试问你 请问 本尼巴兰是什么意思 本尼巴兰的意思叫做宣传 OK 本尼巴兰的意思叫宣传 请问那班人 怎样宣传那个宗教 来阿拉伯来佑 就是这个佛教 减少杀人 减少杀 那些无辜的人类 然后领导者 还有沙密 沙密是沙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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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密 这个东西 然后Estan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贸易者 也是领导者 还有这个就是传教师 OK 这个是本岛 这几个 OK 好了 下一个Diplomatics 这个漂亮了 这个漂亮 应该讲完点多就有了 第一课的 这一个 第一课东西 阿拉伯来佑 这个国家是不是 他本身 加起来算个数学的话 这边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不同的国家 他们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 你要去探讨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第一个 他跟中国的关系是得到一个兵队 打败那个越南 叫做Divet For Champa 就有点不一样 他是跟那个中国得到那个所谓的关系 OK 怎么样有关系 就是当他打了Divet 这个仗过后呢 他就要跟中国拉好关系 希望中国可以跟他做友好 那个年代 你跟中国是好朋友的话 没有什么国家敢欺负你的 像For Sriwijaya 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为什么派那个大使去中国 五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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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重复五都三 他的意思叫做大使 OK 五都三的意思不要忘记 之前有超过的 五都三的意思叫做大使 为什么他们要派一些大使过去 OK 他要派过去的干嘛 For Sriwijaya 他是希望可以得到那个所谓的中国认同 加强那个友谊关系 还有好好的弄好他们这个所谓的那个贸易的关系 这三个点 OK Forkadatu Forkadatu 你看你看这种 Forkadatu 他的那个所谓的跟中国有关系的讲法很简单 生意 money 有生意 有money uncle也是差不多一样 跟他有关系 就是那个所谓的朋友 跟那个所谓的生意 然后For Marjabai 也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有那个所谓的朋友关系 大同小异 他们东西来去去都是要做好那个所谓的朋友 要拉好这个所谓的贸易之间的那个关系 这是他们的battern 这个是他们的battern OK 然后下一个 Funan Sriwijaya Uncle Marjabai 突然间出现这四个了 因为他这边有讲的印度 他这边有讲的印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For FUNAN 他跟印度打好关系的目的有三个点 第一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贸易关系 有情关系 宗教关系 记得 Sriwijaya 是朋友关系跟宗教 Uncle 是什么 Uncle也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那个所谓的有情的关系 然后Majabai 就是有情的关系 所以你看啊 那个重点for印度的非常简单 为什么 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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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如果考试 你出现了这个battern 他问你为什么 阿拉姆来又要跟印度做朋友 做吗 为什么 你要回答的东西简单吗 简单 怎样回答 你就讲他们有这个 有情关系 意思明白吗 看得到吗 这个 有情关系 了解啊 OK 了解的话 我们就stop一下 一下